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此之后的一百多年里 中国的城市公共交通飞速发展 如今由中国制造安全环保的新型公交 数次轨道交轮车辆向上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数次轨道交轮车车身较长 司机很难像驾驶小轿车一样 仅凭肉眼和反光镜获取车辆周围信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车辆外侧设置了多个全景摄像头 对周边环境进行实时监控 并通过虚拟现实方式重建出车身行驶线界 根据屏幕影像 司机能够更迅速地判断车辆运行姿态及周边环境 帮助车辆安全的手动驾驶 绿色环保是数字轨道交轮车的另一大优势 它采用环保的氢燃料电池搭配超级电容的混合动力系统 氢燃料电池为车辆负载提供持续输出 超级电容可起到大功率输出补偿 制动能量回收和稳定电压的作用 车辆续航能力极高 加轻15分钟即可行驶约100千米 凭借科技的力量 环保和智能化的新型公交 填补了城市中运量客运的空白 为公共交通带来了新一轮变革 放心如指径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火场先锋关 高温是对火场救援的最大考验 火场超过数百摄氏度的高温 让消防员无法接近火源 甚至大部分的金属都会被融化 传统的消防机器人产品只能在常温下工作 在火场外围进行远程灭火 或拖运水袋等辅助工作 根本无法接近火场 这款耐高温消防机器人 可以在火中经受长时间的考验 在驶入火场之后 它还是能够进行多角度的运动 甚至能在周围高温的情况下 利用水枪浇灭远距离的火源 实现火中灭火 别看它的外表平平无奇 但是与传统的消防机器人 用水膜覆盖降温的方式不同 这款耐高温机器人 也是一刻有人用水余 这一刻专亚电灭火 一Childいう lie 室专了 yani ZZzzzz 등 最马云微業 声 пол 也被理染了 girlfriend 司征 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减少高温对它们的影响 首先是我们对现在这种耐高温技术的材料 进行的一个研判 通过372种材料中进行的一个筛选 经过反复的实验 最终选定了几款 在耐高温环境下 可以持续工作的这种产品和这种材料 通过钛合金的技术来完成 耐高温消防机器人 不仅是消防员的得力助手 还能减少自身在火场中的损耗 它们不惧怕高温 是火灾现场的勇士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智能采棉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大脑的神经网络 它依托分布在采棉机各个部位的传感器 将整个采棉机各部位的工作状态传输到计算机 并由计算机下达指令 调整采棉机的最佳工作状态 从而极大提升了采棉机的工作效应 这是一个大脑 当然还有分散在车辆的各个工作部件 对我们小的分布式的这种智能工作系统 实现了他们之间通过看重线 实现了数字的这种传输和固执 这台采棉机上应用的各项技术 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已经达到了使用要求 但设计师们并不满足于此 在棉花采摘器繁忙的采收作业中 经常会有采棉机驾驶员 舒服采棉机的保养工作 仅仅一台三行采棉机内部 就有多达2000多根摘定 每一个摘定都有数个齿轮为其传输动力 因此长时间的高负荷连续工作 就会带来内部传动齿轮磨损 从而导致摘定损坏 为此设计师又会有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为了保证采棉机维护保养的便利 设计师专门设计出了采棉头定时自润滑技术 通过采棉头自润滑技术 特殊调制的润滑油每隔三小时 就会经由管道被自动注入 每一个摘定的传动齿轮所在的位置 从而极大减轻了传动系统的磨损 大幅降低了这一复杂系统的保养难度 现在在新疆地区 棉花的机器化采收率 已经达到了80%以上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 中国棉花的采收 也一定会更加的方便快捷 且安全高效果 cry 痴连